沒有 金牛的數學 真的超級不好 怎樣 那他才已經拿細算 不是 凱希 因為譬如說 因為他前陣子很迷股票 他股票就滿多的 前陣子台股不是跌滿多 對 現在也很少 我就跟凱希講說 是不是稍微不要再進場 結果凱希她沒多久 所以你也很懂 我不懂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 你不懂的人在教懂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已經賠這麼多了 他每天都在休息 就是要設一個停損點這樣子 他本來是一直想再進場 對 他就說 我這個時候可以買便宜的 不是要攤一下嗎 再下一個禮拜來 然後他又陪了 雙子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會很去 比如說 你們喜歡談戀愛的感覺 比如說好了 我們今天單身 然後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會觀察他一個月 然後這個 我就是觀察完之後 因為我雙子可能比較 可能比較 我覺得比較機敏一點 就會比較觀察人 對 你們 知道當朋友要有什麼觀察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 譬如說我曖昧好了 然後我會觀察他 他適不適合跟我繼續走下去 我們的個性有沒有雷同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月 如果覺得 我們哪裡不合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我不要跟妳聯絡了 因為我可能就是 我們只能當朋友 不能再當戀人這樣子 就不能繼續走下去 但我必須講到雙子座 多愛交朋友 像我講我自己好了 因為我上禮拜去騎 騎腳踏車 再也幫交網友 我上禮拜騎腳踏車 騎去嘉義 就是從桃園開始騎 然後騎到嘉義 你就住了一晚 然後我們是一個團隊 但我騎一騎 因為我速度比較快 然後我的隊友們都不見了 然後變成我一個人 但是我沿路就結交了好多朋友 我中間還譬如說 他們另外一團的人 照我去鹿港吃東西 然後他們還招待我 就從嘉義直接去鹿港 然後我還去鹿港 他們家裡面喝茶 我就跟他們一直聊天 我就覺得我 你騎這麼快 後面的人都還沒追到 對啊 到現在 你如果已經回來錄影了 他們還會還在嘉義吧 他們就是速度比較慢 然後他們 原來跟你騎車 可以騎這麼慢 對 他們都在玩我兩個小時 你其實騎電動腳踏車 可能我自己騎摩托車 但我真的騎滿快 然後就沿路一直結交朋友 我就沿路一直結交朋友 所以你會在人生的旅途上 很容易被旁邊的東西吸引 但是我 我被吸引完之後 我的主幹道還是這條線 所以如果女朋友 沒有跟上她的腳步 她就會被騎 她就去鹿港了 不是 不是 不能這樣說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吧 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我們的想法 我們會譬如說旁邊 有個有趣的事物 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們的感情 就會Focus在我們的 另一半身上 我幫你解釋 是 事物你會分心 人不會 對 人絕對不會 我們會對那個事物有興趣 但是我們不會對那個人 對啦 跟他生 就是這樣 不怕 跟你在一起不怕 對 不會無聊 因為畢竟黑的 他可以說成白的 對不對 你會覺得 這樣講也可以過 我覺得這基本上沒有頻繁到 這個有吧 這個很明確 就是你很有魅力 我們就是好奇一點 不增一點擔心 會擔心 會擔心 女生會這樣擔心 但是變慶華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相信他 那些都真的就是朋友而已 我們相信你啦 但是其他人 譬如說想佔優你 佔優欲比較強的 就會覺得 你幹嘛認識那麼多其他人 你把力氣留給我 對不對 放心我多一點 他們會控制你 這張有平反成功法 有 好 好